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月29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奥运会 聊一下呢,关于美国对奥运会的这个破坏 以及呢,今天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就是呢,中国日报,知道中国日报吗? 中国日报英文的名称就叫China Daily 它就是一个英文的媒体 国内的朋友呢,可能不知道这个媒体 这是一个中国官方的媒体了 它是一个英文的 那路透社呢,今天就报道说 China Daily呢,就是中国日报 他们报了一个新闻 就说呢,美国安排这个运动员呀 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比赛的 是为了来消极比赛 以各种的理由来表达对中国的不满 以此蓄意干扰和破坏北京奥运会 就是中国日报呢,报了这么一个事 那这件事报出来以后呢,美国呢,可是炸锅了 美国的驻华大使馆的发言人 第一时间就跳出来澄清 说什么呢?说我们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这种协调参与奥运会的全球运动 我们不会来协调做这种事的 美国的运动员呢,有权遵循奥林匹克精神 和宪章自由表达言论 其中就包括自由表达倡导人权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发言人 做出来的这个澄清 说他没有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但是呢,强调说运动员有自由表达自己的这个权利 并且呢,声称 说中国呢,试图误导公众 转移人们对恶劣人权记录的关注 那这个路透社呢,他就说 要求中国外交部来进行制评 说现在呢,外交部还没有给他制评 美国之音报道说呢 中国日报的这个报道里面还说到了 说美国的计划呢,是煽动各国的运动员 表达他们对中国的不满 消极比赛 甚至呢,不参加比赛 就是来的目的呢,不是参加比赛 就是来造谣过重的 那这个中国日报呢,还报道说 这群运动员来干这些事呢,也不白干 他们来干这些事呢,美国将对加入该计划 这是他们的一个计划啊 将对加入该计划运动员提供高额的奖励 并且将调动全球的资源 帮助保护选择消极比赛的运动员的 那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呀 那一刻我们就想到了 在2019年的90月间 在中国所召开的那个军运会 美国呢,也是派出来了强大的阵容 对吧 派出来了多少人来着 我忘了当时是多少人 反正来了以后呢 他们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派出来强大的阵容 但是呢,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之后呢,中国就爆发了这个新冠病毒肺炎 至今美国也没有解释清楚这回事 那当时呢,在中国 他们的运动员还善有介事的 还跑到中国的武汉的金银潭医院 去进行救治 那金银潭医院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时断定的是瘧疾 对吧 瘧疾呢,实际上就和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症状呢 是非常的类似的 后来呢,这个运动会结束的时候 美国派专机 把他们得病的运动员接回去 之后他运动员怎么样呢 现在就不得而知 加拿大的参加军运会的运动员呢 也揭露说 加拿大也对加拿大派来参加这个军运会的一些运动员 部分运动员 在往加拿大回撤的时候 也做了特殊的安排 就安排他们呢 坐在一个专门的区域里面 那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还对他们呢 给予了一些医疗防疫的一些处理 就是呢 那个军运会就让人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中国是没有想到嘛 就现在回忆起来呢 当时美国来参加的那个运动队呢 也是非常奇怪的 那这一次呢 我不知道他们派多少人 大家还记得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 俄罗斯的情报局的局长吧 他出来证实 说俄罗斯的情报部门 掌握大量的情报 证明美国是做了安排 来对中国的这个冬奥会 进行干扰和破坏的 和中国日报所做的这个报道呢 是一样的 那中国日报他们做的这个报道呢 据美国之音说啊 中国日报呢 是说据可靠的消息来源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称 美国的反华势力 寻求干扰北京冬奥会 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那么中国的媒体啊 大家要清楚啊 中国的媒体呢 尤其是中国的官媒 和美国的媒体不一样 美国的媒体呢 专门是造谣的 专门造谣获重 什么话都敢说 连种族灭绝这种话都敢说 完全不合逻辑 你有点脑子就能够听出来 这就是造谣 对吧 中国新疆有种族灭绝 你跑到哪去 中国新疆有种族灭绝的这种说法 能站得住脚 中国已经公布了新疆的这个人口变化情况 中国新疆的人口 尤其是维吾尔族 他们的人口是增加了多少 25倍还是多少倍 对吧 你们家那个种族灭绝的定义就是 越种族灭绝 然后人口越多呀 是不是 如果是种族灭绝的话呢 这个充其量也是种族灭绝 喂随啊 对不对 严重失败啊 种族灭绝越灭人越多 这不是严重失败吗 对不对 笑掉大牙了 至今美国的媒体还一天到晚的说 中国的新疆种族灭绝啊 拿这个谎言呢 天天说天天说 就试图让他就成为一个真理 就是说美国 连美国总统自己都说他们的媒体 都是造谣吧 对不对 那川普在台的时候呢 川普作为一个共和党 就一天到晚就指责这些左派媒体 就是纽约时报啦 CNN啦 这些都是 fake news fake news fake news 都不让他们发言和提问 那轮到拜登上台以后呢 拜登就指责这个右翼的媒体 也就是fox news 又开始说 还骂人呢 对不对 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儿子 对不对 这是美国呀 美国的媒体你有信誉吗 你们只不过就是你们自己的那个政党和你们的那个资本的喉舌 是不是 只是一些汪汪叫的狗而已 你们是些什么东西 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啊 你们国内的那些民众 谁信你们这些媒体啊 一天到晚的 就是资本的喉舌 和那些政客一起就被背后的资本所操弄吗 谁不知道你们呀 对不对 但是中国的媒体不一样 尤其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生怕别人抓着小辫子 一点魄力都没有 该说的话都不敢说 说实在的 如果中国的媒体出来揭露某一件事的话 那就是他们有真凭实据 更何况现在这些运动员已经陆陆续续都进驻了 那些媒体已经陆陆续续的已经都进驻了 对不对 这里面就有好多人 就不排除这里面有一些人 现在呢 发现中国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也许是良心发现 就向中国媒体来透露 或者向中国官方来透露 美国怎么安排他们的 还有呢 如果你做这些事的话呢 给你多少钱 高额的奖励 这些呢 都把美国给供出来了 所以呢 中国日报才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 那报道完了以后呢 第一时间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发言人就跑出来回应了 适口否认 那肯定是否认啊 这是美国一贯的呀 对吧 前两天的时候 布林肯非得跟那个王毅通电话 你通电话的时候 王毅就说了 你们的总统拜登和我们习主席通话的时候 已经确认的那些个共识 可是呢 你过后你们都是怎么做的 反其道而行之 说的都是相反 做的也都是相反 结果布林肯轮到他说话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都没改变 就还是拜登当时跟习主席通话的时候 认的那些 我们没有改变 我们一直都是坚信一个中国 都是秉承一个中国 可是你一天到晚都在那鼓动这些事啊 鼓励台湾的台独啊 让那些和台湾还有邦交关系 人家想和台湾断交的 然后不让人家断交啊 对不对 我现在所指的呢 就是洪都拉斯啊 洪都拉斯现在那个总统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提出来了 他就说了 我一旦当选 我马上就和台湾断绝关系 我马上就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可是昨天还是前天 昨天的时候 他的这个就职典礼 蔡英文就派了这个大台独分子赖清德去了 然后美国呢 派了那个副总统贺锦丽去了 两个人没来眼去 在那个就职典礼上 就做了短暂的一个交流 赖清德就领到了一系列的任务 对吧 立陶宛 这事儿 这都是美国导演出来的东西呀 说什么只承认一个中国呀 说的和做的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人也根本就不指望你们是诚实的 你们说到做到 现在这个世界上 谁还会认为美国说到做到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就说了 北约呢 曾经答应过的 北约不东扩 可是现在呢 不断的东扩 普京就说呢 当初就是口头答应 就没有写下来 他相信你们了 现在呢 就希望北约能够写下来 保证北约不东扩 可是呢 普京稍后又说什么 普京说和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让他写下来能有用吗 美国写下来有用吗 你跟美国签了协议 美国说不遵守就不遵守 说撕毁就撕毁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中国曾经在这个WTO 也是赢得了一个官司 结果美国说什么 美国说那也对我们 没有约束力 说是 说WTO我们要退出 对我们没有约束力 五个国家和伊朗 费多大的劲 签了那个伊朗核协议 结果呢 美国说撕毁就撕毁 撕毁以后 还要求伊朗要执行 美国 美国就是这样 毫无信誉可言 中国开这个冬奥会 我的个天哪 多方面的进行破坏 现在被中国的这个 中国日报揭露 安排这些运动员 给他们钱 不过美国也曾经是 就是公开的呀 在他们的那个 预算案里面 拿出来三亿美元 来发动全世界的媒体 他号称是呢 因为中国呢 会进行那种宣传 说是反宣传 实际上就是他来造谣 他总是这么说嘛 抓住一个机会 对吧 那人家彭帅 那个彭帅呢 确确实实 彭帅写了那么一个微博 但是呢 那个微博里面 咱们说实话啊 就是彭帅和那个张高丽 张高丽是不是 就不应该干这事 我认为是 是 但是呢 我们必须得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彭帅在那里头 并没有说那个张高丽 强迫他 并没有 但是呢 这个美国 就跟那个苍蝇 见到屎一样 嗡一下 然后就上去了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密兔的最高级的一个案例 就抓住了 一开始的时候 彭帅的那个微博 立刻就删了 那应该是彭帅他自己删的 彭帅就给他删了 那之后呢 应该是在媒体上 有一些过滤 对吧 那彭帅呢 有那么几天 他就没有出面了 哇 这美国就开始造谣了 说说彭帅被刷了 彭帅的人身安全 堪忧 结果后来呢 人家彭帅就出来了 和他的什么教练朋友 跟饭馆里面就商量说 让彭帅出来参加那个青少年的 什么选拔赛还是什么的 那是一个视频呢 彭帅在那个饭局上对不对 很轻松愉快 你从哪能看出来是 彭帅被绑着压着去的呀 看不出来吗 那彭帅后来就出席了 那个青少年的那个 网球赛的那个现场 二叔你这个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不行 还仍然坚持 说人家彭帅没有人身自由 后来人家彭帅已经自己出来 写那个东西 发给那个WTA女子网球协会 结果他们还不干 说这个写的这个东西 不是他本人写的 那后来彭帅呢 又和国际奥务会主席巴赫 通视频 巴赫这应该是在体育界 最有信誉的一个人物吧 最有发言权的一个人物吧 对不对 结果呢 巴赫出来说 跟彭帅进行了这种视频 半个多小时气氛非常愉快 彭帅呢 人身是非常安全 非常自由 对不对 并且彭帅还说呢 希望大家能够尊重他的这个隐私 完了以后呢 又说什么巴赫 被中国政府收买了 前两天在澳大利亚 开那个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面 有一些观众就穿着那衣服 打着那横幅 很显然这是有组织的嘛 这并不是某一些个人的行为 对不对 大会就让他们把衣服脱了 把横幅收起来 结果后来呢 他们继续闹继续闹 后来呢 我看到说大会就说呢 你穿那衣服也可以 但是呢 你不准喊口号什么之类的 就向他们妥协了 那我看到呢 就有一个女的 好像有个姓肖吧 还姓什么的一个女的 就接受了采访 他就说呢 他们就非常关切彭帅的安全 他们呢 就是彭帅在哪里 他们就想知道彭帅在哪里 管你屁事啊 彭帅在哪里管你屁事 彭帅呢 我就出来说了 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的隐私 有的人说了 你已经写了微博了 你还强调什么隐私 我写了微博了 我就不能强调我的隐私了吗 我写微博是我写好吧 我不希望你们来天天的对我说三道四 对不对 尤其是我已经澄清了对东西 然后你们来添油加醋 这是严重侵犯彭帅权利的 说实在的 彭帅其实可以起诉有一些人 像女子网鞋的那个主席 对吧 完全可以起诉他造谣 反正所有的人 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呢 都可以起诉造谣 还有一个姓肖的那女的 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 她穿着衣服 竟然是衣服上还有彭帅的照片 这都侵犯人家彭帅的肖像权 你凭什么把人彭帅的那个照片 印到你的衣服上 对吧 人家彭帅的肖像权 人家彭帅的姓名权 人家彭帅的名誉权 这些人全都是在侵犯了 人家彭帅的法律权利 彭帅完全可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彭帅也许现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现在就给彭帅出这个主意 支这个招 彭帅应该让你的法律团队 去追究他们的责任 就在澳大利亚上窜下跳的那个 穿着那个衣服的那女的好像是肖女士吧 她让那个媒体采访她 她公开露面 她还觉得她挺那个什么的 她挺有理的 可是实际上她已经违法了 彭帅的律师团队应该去主张这个法律权利 这个纽约时报啊 以前我看过 但是呢 它的中文版 现在这些西方媒体哈 他们全都有中文版 我以前呢 我除了看过这个BBC的中文版 我看过法广 法新社的中文版 德国之声的中文版 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版 其他的我都没看过 昨天我头一次看纽约时报的中文版 我发现这个纽约时报中文版 真坏呀 他们那记者 都是台湾人吧 我今天我还看到有人说 说这些媒体的中文版哈 好像全都是委托这个台湾人在搞的 都是蔡英文的人 都是台独分子 你想他们好得了吗 中国就应该把这个 纽约时报 从昨天我第一次看他中文版 昨天我就看了他好几篇文章 他的那些个论调啊 都是一些造谣攻击 中国应该把纽约时报从中国踢出去 踢出去 比BBC还有恶劣 我刚才有一个视频呢 跟大家介绍了 秦刚昨天在美国 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 头一次中国政府的官方 头一次态度如此的强硬 就指出来你美国现在威胁到我们中国的安全 这是头一次提出来这个 总是美国说中国威胁到他们 实际上是美国威胁中国 中国从来都没有威胁他们 以后中国就应该经常这样说 是美国威胁我们 美国和他那些盟友 跑到中国的门口来虎视眈眈 耀武扬威 你威胁到我 我的核武器我必须大量的发展 和你一边躲 否则的话我觉得我非常的不安全 中国就应该强硬起来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